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合并列印 简单的说合并列印 它就是把我们一个资料档案 它跟一份Word的文件结合 那这个资料档案稍微先看一下 例如说里面是不是有学号 姓名 性别 甚至假设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 还有包含数值 而且这个数值是经过运算的 像例如说这边我写了一个公式 你不用管 可是重点是 你有没有发现这是有小数位数的 可是当今有小数位数的时候 我们在合并列印 会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我要把那一段 也要跟各位分享 甚至还有有人会询问说 它电子邮件怎么样寄 类似这些问题 我们如果说知道 对方的电子邮件 你就直接通过电子邮就寄给别人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记录内容 记录内容我先把它关掉 请你记住 当你在做合并列印的时候 记录内容不要打开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 合并列印的文件内容 我们重点是要把那些记录文件 放在这里面 接下来呢 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 然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又是什么 我们直接打开这个word文件 合并列印文件内容 然后接下来直接点选 邮件底下的启动合并列印 接下来是不是启动合并列印 因为这后面也都不用点 都是灰色的 你点也没有用 所以是不是由左边做到右边 所以接下来我们启动合并列印 选什么 一般word文件 当然也可以选择信件 就是信件内容的意思 好选到一般word文件 接下来 这个地方是不是灰色了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选取收件者 我们要选到刚刚那个 以色谣的档案 所以用哪一个方式 是现在去输入一个新的清单 还是用outlook outlook不是有联络人吗 都不是吧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 使用现在就已经存在的档案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的档案 我放在低碟底下 你们刚刚的档案 好像放在下载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把它翻到低止列期的话 好 那我刚登的内容是 放在低碟 office2010整合应用范围里面的 这个合并列印 资料文件 开启 哪一个档案 第一个 好确定 接下来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放 插入合并栏位里面的姓名 这边我们就要放某某某名号 晚一点我们再放什么先生小子 我们先不做这件事 我们就先很单纯的把该放的姓名 还有这个VIP编号 VIP编号是不是在这边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已经放好了嘛 然后先来观看一下 这边完成与合并 编辑个别文件 就是我们来看看 一份文件长什么样子 然后全部确定 你有没有发现 第一个是王晓明 52 57.2 99997 应该没有这个编号 40.6 00001 你有没有发现 怎么会有这么长的一个数字 稍后我再告诉你 这个格式的设定 这个编号 9号 9.8 0.0 你看至少应该不会要这么多的后面这个文数 好 那我们大致上看到先长这个样子 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合并列印 至少我的ECL档案 里面是记录的清单 跟什么WORD这边的信件内容 是不是整个合并在一起了 那做完 您暂时就先把它关掉好了 要留的是这一份文件 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做完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合并列印